5万块钱这样的皮壳你们会收吗 这个吗 对 不要 不要啊 为什么不要 没啥表现是吧 而且又小对不对 但是呢小的必定是没货 这块料子是5万 变成了50万 先恭喜一下大哥 恭喜您 来我们这一面已经开窗了 大概开始买来开窗的 哇 怎么开出来的 这个就是奇迹嘛 这个是木纳料嘛 木纳出奇迹嘛 四个 来打灯给你们看一下 好不好 哇起胶啊 对其实当时这块料子那位大哥 他还是很犹豫的啊 因为5万块钱的确啊 但是这一面呢还是有点表现的啊 看到没有 这一面有点表现 他呢他本来是想玩手镯的啊 但是当时呢 手镯料又没有那么好的品质 然后他想呢自己买了收藏嘛 当时我就给他建议啊 我给他建议就建议他收一下这块 为什么我会叫他收这块呢 第一 你看我们这皮壳这这层已经开窗了啊 但是呢没开窗的时候 他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再加上呢 他皮壳非常非常的老啊 我们看一下 嗯 已经是老的不能再老了啊 取油了 对 你看 沙利那些都非常的好啊 所以当时我就推荐他 当时很迟疑啊 因为5万块钱换谁来说 就像你一样 你也不会堵 对不对 但是这一大哥他相信我嘛 他只是因为相信我可以选择堵了这块料子 目前呢 目测呢 已经达到市场价 已经达到50万 他自己要卖50万吧 对吧 对 他想卖50万 开展了吗 对 他可以拿这50万再去换更好更好的料子 5万块钱卖50万 再可以拿这50万再可以去卖 去换更好的料子 手镯是没有这一条例子吧 嗯 手镯是还要切切下去才知道 现在都不敢说啊 因为还没切下去 有雪花棉呢 对 有雪花棉 还有花 对 小花好冰哦 真漂亮 嗯 这个牌子的好多够啊 哦 你看嘛 这边 主要是他胶感 对 牌子的话一大堆啊 肉质发黑 最好的是他胶感啊 他胶感太好 像比如这样料子 他做出货还会更漂亮的 花了光是吧 对 所以平时不要小看任何没有表现的料子 等于说大哥开展了 他现在不做货 就要放在市场上帮他寄卖对吧 是的 他要卖 好的 恭喜大哥 对 恭喜大哥